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拿下96年、97年、98年 连续三年参加全国大赛资格 并连续在九场大赛中 接得到第一名 三年都拿下大满贯 京都大赛、关系大赛和全国大赛三场例行赛事 都获得所有评审一致通过 可说是大快人心的壮举 学生、家长与校方都沉浸在庆祝的狂欢中 因为98年已是连续三年出赛 根据当时 全日本管阅联盟的规定 99年必须停赛一次 又称三出休赛 2000年选择赫伯·阿尔伯特 而Biopert的轻快曲目 在关系大赛胜出 取得牧章展览馆 全国大赛的门票 京都局做足准备 没想到 上场顺序居然排在最后一个 橘色恶魔 以20世纪压轴之资 十拿九稳地完成表演 却没能拿到优秀团体 才得到最佳音色奖 2001年京都局再次参赛 措施晋级全国大赛机会 一直到2006年为止 这六年间 也都没能晋级 京都局演习从前的做法 却拿不到好成绩 只能换个方向努力 京都局高效吹奏乐部 埋头苦练尝试各种不同 最终坚持不懈挽回局势 相逢姿势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